結束四天 非洲邦誼旅程 蔡總統下午飛抵國門 即使台灣面臨艱難的國際處境 但是我們依然選擇 腳踏實地的跟各國交朋友 用真誠和堅定做外交 蔡總統這次出訪 空軍不只派四架F-16 半飛互送出國 總統專機回國進到領空時 四架幻象2000也升空熱烈迎接 不過幾乎每天都闖入 我防空識別區的共軍 這次出訪卻很罕見 沒有派軍機艦過來 而且還是連續九天 專家解釋這個原因 說你可以讓飛機 飛到這個四萬英尺高的高空 那這個時候颱風對你來說 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實際上因為 如果它大陸東南沿海的 空軍基地 或是可以直飛的這些機場 都籠罩在風雨中的話 那它的飛機 從起飛到穿越空城 然後到能夠執行任務 這個高度之間 其實可能也並沒有辦法 一路很平穩的這樣子 海窺颱風暴雨重創沿海區域 陸防內憂還得先處理 看看距離上次擾台 是在上個月底 爭獲12架次共機 一艘共艦 之後到目前為止 九天沒擾台 那未來軍事動作 有沒有可能明顯升級 任何一個空軍都一樣 它每一個月會有 預化的這個飛行時數 那如果這個月的 這個飛行時數 它沒有達到 就是大家 因為可能各種天氣 上半個月 因為天氣不好 然後堵到了 那這個時候下半個月 大家要上來補時數的時候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對岸的 這個飛行任務 批次就會非常的多了 帶颱風遠離 共軍恢復訓練常態 國軍得嚴防戒備 TVBS新聞高子堯 李宗澤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